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部剧的核心卖点就是肖战 据业内人士表示 这部剧的看片会含金量非常高 甚至出现了类似神仙打架的名场面 将直接预定暑期爆款剧作 甚至表示 玉古瑶已经释出的预告部分 对于整部剧来说 算是微乎其微的部分 证据的内容更吸引观众 有太多的镜头 能够让观众一秒入戏 同时产生非常强烈的共情力 先不论质量怎么样 但至少不会扑 有肖战这个大流量在 到时候的播放量 收视率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数据都不会差 玉古瑶的招商会含金量这般高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肖战作为核心卖点 热度 话题度 流量自然不会少 可以对比一下余生 请多指教这部剧 热播之时出现的合作品牌达到数十个 广告市场也超过了5000秒 轻松打破了记录 再加上星汉灿烂是提档上映的 太匆忙 导致招商来不及 然后在前期预热的时候 又出现服装等问题 本身额的S加古偶广告就贵 也怕剧有个什么闪失白花钱 所以 有不少资方压宝的 是后面紧跟着的玉古瑶 然而作为该剧女主的人民 她的话题热度相比较肖战来说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的问题 已经是热度全靠肖战带着走了 再次回到定档问题 该部剧本来定的是暑期档 但现在古装得重审快的话 肖战和人民的玉古瑶 这周就能过审 过审平台那边就会尽快安排播出的 而吴磊 赵露丝主演的星汉灿烂 将会在8月9日结束 所以 算下来这个定档事件也是差不多了 大家可期待了 大家可期待